大家好又来到智能车研究所的小白板时间 这次主角就是我身旁的这个极客的007了 呼声也是很高的 金砖电池 麒麟电芯 两万块钱到底差了什么东西呢 哪个充电更快呢 电池包轮毂怎么选 续航能力怎么样呢 用集中站充电会不会更快呢 最后我应该买哪个版本呢 一个视频关于这台车的导购给你说清楚 有没有必要加两万块 把自研的75度金砖电池 升级到宁德时代的麒麟4C电池呢 首先大家关心的绝对是充电 哪个充电更快呢 如果是以我们智能车研究所 去第三方超级夜冷去充的情况下 标准续航的电池充的比更贵的 三元里的电池更快 因为他们两者都是吃满了 第三方400安的这个电流的上限 最大功率卡死了 百七到两百八十千瓦左右 功率上不去的情况下 那肯定我充更多的容量 得花更多的时间 因为很多人都觉得 磷酸铁里它是为了长寿命 为了耐久性 充电还是放电 都是不如我们认知中的三元里 但事实在这里有了一个反转 这个号称最强磷酸碟里的金砖电池 在十到八十这个充电完成度上 真的是没有让我们失望 甚至它跑出了一个非常夸张的分数 那总之呢 给到大家第一个关键的信息 就是两个电池全息800V 大家充电都很快 只要找对装 关于充电这一点是不用太纠结的 聊完充电呢 接下来怎么选两个电池 我觉得离不开一个话题 就是续航 两个电池包分前区还是四区 然后又有两个不同的轮毂 它还有个性能板是鸳鸯胎的 单独一个系列 所以就有九种CLTC组合出来 很夸张 这两万块主要是买多出来的25度电量 这样呢让你跑得更远 更适合那些特种兵的出行 两区版本肯定是省钱省电的 但四区呢加速能力强 冰雪路面切拎力更好 十九寸续航好 换胎便宜啊 但二十寸的好看 同时抓地力也更强 但是续航呢会稍稍崩一点 一百度性能板就是选到二十寸 性能就拉满了 又四区了 又大轮毂了 对吧 所以如果你要为了性能啊 各方面的选四区的话 其实一百度电会更好 但75度电的这个四区 你看啊 选到二十寸轮毂的话 CLTC已经是崩到了五百八了 五字头了 再打个折扣 指不定有效续航 可能就在个四百多多优优 这个理论最省电的版本 是怎么适合那种程式出行的 没有太多的长途的需求 同时想省点钱啊 第一是电池钱 第二是充电钱 我们的表妹就是这个车的版本了 我们车也是他的车 所以你看百公里十三度左右 实际理论续航 你看也可以达到五百以上 所以他偶尔回回占江啊 回回老家啊 就广东省内吧 他其实也没有太多的 这个续航的焦虑 至于我们的自购车呢 就是这个理论最强续航版本啊 CLT是八百七十公里啊 然后我们实测下来呢 理论反推可能打折率有点高啊 实际就可能跑个六百多公里 但讲真六百多公里的这个续航 在电车里面也是很能打的 算算能耗呢 比较折中十五度 所以呢 这个版本是很适合那些电车的新手 比如说我们的桌桌同学啊 过年期间就拿这台007 直接从广州干到了长沙 过年高峰期拖家带口去旅游 底气在哪呢 底气就在这了 一百度大电池也够省电 加上他还有八百伏的这种 集充超充的能力 刚从油车过渡到电车 这种新手同学来说 这个给到你的这个底气啊 体验啊 各方面都是很足 很好的 那总之呢 极客007这边这种选装 可以根据用户不同的需求决定 要不要花这笔钱 要不要升级电池包 要不要花四驱的钱 要不要升级轮毂 都是因人而异的 大家都知道 极客是有集充站的 用集充站会不会更快呢 我们也有答案 其实金砖电池是不会更快的 因为它在第三方 获得这个最大的电流 其实跟集充站是差不了太多的 功率上偶尔第三方还会公开 但是 麒麟电芯就不一样了 它在集充站就是超过360千瓦 最大650安的单枪装上呢 它跑出来的最大电流是 130多安 功率是去到了380加千瓦 所以总结来看 如果你是买了100度电池的 这个麒麟电芯 去找集充装 可能收益会更大 尤其是前十分钟 这个体验会很好 但75度的这个金砖电池 相对来说没有太大必要 如果你周边是找到 其他第三方的补能 用超充的 超过2C以上 其实也差不了太多 可能集充装更多的是 一些体验的部分 比如说在商场的地库 环境更好 或者说你本身有权益 福利等等 那就再说了 从性能本身来说 100度找集充装 收益更大 最后来聊聊自家 到底这个激光雷达 加ORAN芯片的高阶辅助驾驶 值不值得我们加钱去选装呢 目前看来 这套选装的硬件 它的性能冗余是足够的 有激光雷达 也有英伟达的ORAN芯片 已经是主流第一梯队的水准了 这样的硬件上个程式能力 本身是没有太大的问题的 只不过目前极客开通的节奏 并没有那些低梯队这么的绝了 以我们长车半年下来 现在的程式还没有全量推送开通的 所以我们的体验 主要是集中在高速的铃航辅助 极客现在的这个辅助驾驶 在高速上还算是很好用的 高车这方面的策略 都是比较激进了 已经是向人开了 不是慢吞吞的那种 第二是辅助泊车这方面 其实它的体验 各位选择交互 包括挪车这个效率 它还是比较一般的 就是它是先原地打方向 然后再可能慢慢倒进去 这么一个状态 跟华为系或者是第一梯队 是有点落差的 所以如果你是经常往外跑 或者是出差多 高速各方面想用辅助驾驶 想享受多一点的话 其实选装还是有必要的 后续有更多升级的天花板 OTA什么辅助驾驶 城市版对吧 你也可以抢先体验到 但如果说我就是当个 普通的车开开 城市里面开开 就是小电池后驱 博系用的话其实不选 也问题不大 这个也是看个人的喜好 总之 每个版本单独的花钱 都可以获得一个 你想要的硬件 就没有说哪个版本 一定是最高性价比 一定是最合适 更多的是看你的需求 预算还有出行场景 好了 关于极客007 还有什么不懂的话 就记得弹幕啊 留言互动啊 各方面的互动起来 这么辛苦 我们做这么内容 不值得一个一键三连吗 还有小小私心啊 后续关于这个栏目 还有什么想了解的 什么车型的 欢迎大家互动 投稿起来 我们尽可能 测出来之后 给你们进行一顿 透彻的分析啊 希望大家每次购车 都可以买到自己喜欢的车 每花一分钱 都是花在刀刃上 不要白浪费 辛苦赚来的钱 OK 废话有点多 这期就到这里了 下期节目再见了 拜拜 看完视频 对这台车有更多问题 想向我们提问的小伙伴们 欢迎在小程序搜索 大家车 在首页点击选车 就可以一对一 找我们提问啦